那我们来检查一下 现在我们看看 现在实管法本来预订 今天要三读通过 结果今天是来不及了 现在如此高张的名气当中 还是不能够三读通过 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在这些修订的这些条文里面 看一看跟现在目前现况来比 我们有时候很担心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实际上能不能够去捕漏 能不能够吓阻这些不肖的厂商 也就是说要保障我们食品的安全 这些法条够不够 其实这次主要就是在 提高刑则的部分 去处罚这些不肖的业则 譬如说如果你食品添加物 有致人与死的危险的话 你可能就有无期徒刑 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这种刑则方面 但是其实这种 如果其实在食品安全问题 其实有个刑则很难去解释的是 很难去证明 像法官证明说 我是吃了这个布丁 我是吃了这个肉丸 才造成我要去洗肾 或是造成我去离孩 很难去直接证实 它的那个直接关系 所以这也是大家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些重罚祭出了之后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 相关的配道措施 譬如去福岛下游的厂商 譬如说摊贩 你要怎么去挑选这种 没有问题的原料 淀粉之类的东西 我们看到很多摊贩业者 他们也很无辜 也在喊冤 有的甚至是可能是百年的老店 他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可能花了更高的价钱 去买了更贵的淀粉 或者是各种其他的这些调味的制品 竟然会出问题 他们该怎么办呢 像这样子有远远无处喊 其实我觉得从这次的事件 也是一个给国人 很好的一个省事 因为其实我们去买这些原物料 我们其实都没有 真的很认真的去检视 比如说要要求厂商 去提出一些合格的证明 那其实我觉得贩售商 也当然是负有责任 因为毕竟物品是从你这边出来 给其他消费者散播出去的 那你当然也要做好 你产品品质的把关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看到 连统一 艾之味 这些大厂 他们都没有办法 为他们的上游的这些来源 物料的来源来把关 更何况是一些小摊小店 一些传统市场 是 是 是 所以这才是说 很多专家都在建议说 其实卫生单位也要去做 就是帮这些小摊贩 做一些加强 就是比如说 因为他们真的也没有 这么多的化学知识 或知道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害于人体的 其实应该要去做 相关的一些味道的 坦白讲 你让那些摊商业主等等 他们自己去把关 蛮困难的 还不如政府真的来帮他们把关